我们终于把车从中国开到了国外 哈喽大家好 我是快子 我们现在已经开着这辆车 从我们的中国新疆卡拉苏口岸 进入了塔吉克斯坦 身后这个就是戒备 中间这辆河就是边境线 对面就是阿富汗 这个就是两个国家分界线处 接下来我们将会开着这辆车 从塔吉克斯坦去往阿富汗 伊朗 伊拉克 还有乌兹比克斯坦 图顾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 蒙古国 然后到达俄罗斯 这路上过来的路太烂了 我们走了三天 三天没有信号 直到到了这个地方叫卡莱虹姆 在这边搬了当地的手机卡 才连接上信号 然后这边信号也是不太稳定的 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分享 我们一路上过来经历的点点滴滴 还有路上的路况 第一天的行程 我们刚刚进入塔吉克斯坦 计划86公里到达穆尔加布 刚进入塔吉克斯坦 我们还曾经在兴奋当中 完全意识不到接下来的路有多艰险 哎呦 daí urchuk 发真技术牛逼 多看 吓死了 刚刚 刚刚到下面全是刹 看到没有 差一点现车了 对 对 这段全是刹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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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姨姨 打呦 删不去删不去删不去 我可可怕 哎呦 啊 我一满 吓死我了 我的天呐 哎呦 哎呦 我上车都没那么刺激 是塔吉克斯很得比他差 我在路上看到那里 第二次车子在路上坏了 那边是 那边锁的不是 哎呦 路比这还烂 那路比这还烂 哎呦 你看这电线杆子 这是三角形的 全是木头的 全是木头的 一路都是 终于看到房子了 这两边都是房子 这种高原色的房子 哇哦哦 还有还是烂炉 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穆尔加布 还有雨点点路板 导航都没有信号 反正导航缩小的话 能看到那个 离目的地还有多少 还有多少距离 就大概多少距离 到了这个镇子了 可惜手机没有信号 你看他们这边的电线杆子啊 跟它一样的 你看 下面是水泥桩 然后上面板木头 然后土房子 外面刷的漆 对 它这房子全是土的 然后外面刷的白漆 因为 你看这边就翻大 刚才我们在那边看到 在正在做的 黄泥巴 这不是镇 这不是镇吗 这是县 这是县城 哦是蛮大的 你看前面好多 你看 都没有信号 80多公里的路程 我们开了4个多小时 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 穆尔加布 结果到了这里 一个没有信号 二个连电铺都没有 我们只好在当地准备一下物资 打一点水 这个水又不知道能不能喝 这个大桶里面 你看看的还挺干净 看的挺干净是吧 小朋友带我过来加的 哦 天呐 这路上这个水这么大 能走吗 这个塔吉克兄弟 塔吉克斯坦 哦 可以过吗 可以是吧 看着他不白白扫 哦 可以过 这里还有两个人在蹲着干嘛 三个人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哇呀 这个石榴 哎呦 我的妈 昨天开了500多公里 那个路真的你们也看到了 太烂了 我们昨天一直开到了中国时间 晚上一两点钟 当地时间 反正相差三个小时吧 时差有三个小时 就找了一家旅馆 这边的一个 大概像一个县城一样的地方 这样一个旅馆 你看一下 这个配套 在国内的话 估计也就是一两百 这边你们猜多少钱 算了 我跟你们讲吧 700啊 700 所money 700所money 和人民币的话 470块钱 哇 好贵哦 那消费一点都不便宜 还有就是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他们那个插头 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插头 看 这是我跟他手机充电的 他们的插头是圆孔的 是有圆孔的 这里有个转接头 这转接头是当时插在这个上面 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是中国来的 找中国来 包括这空调 空调是美丽的 然后就搞这种转接头 我就把它拔下来 放在上面 你看这全部都是这样的孔 还有这边也是 这边冰箱 冰箱上面还有这种 这种也是转接的 这冰箱也是中国的 冰箱也是中国插一拿 然后这有个转接的插在上面 这两边都可以插 这边也可以插 然后这个就插在这个插孔上面 电视也是中国的 你看只要是这种插头的话 他基本上认定他就是中国的 还有这个吹风机 看 吹风机什么也是中国的 也是这个都搞这种转接头了 这样的 这样的 然后插在这上面 这样的 那个这么贵的酒店 还没钥匙就这种 嗯 哈哈哈 酒店还有早餐 这个早餐这怎么吃啊 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啊看的全是冷的啊 什么奶酪啊那些黄瓜呀 还有什么火这里面是啥 这是啥 不知道了姿势 这是啥 哼吃的惯不 看一下我点的啊 哼哼 我该在这呆的话我得饿死 这是应该是奶酪吧 吃下 我靠 豆腐 豆腐啊 豆腐多这么大 但是有点奶 有点奶腥味 你看这个是鸡蛋加芝士 对鸡蛋还加着芝士 吃吧 这拿了一块什么皮 我也不知道 那个皮把它卷起来吧 一卷的话就暂吃 跟吃零食一样 那个有糊的 等下把牙齿给割掉了 啊有糊的 嗯 你看 这什么好甜啊 水果不能夹在那里边啊 这个东西好甜 好的 哎呀 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酒店啊 哎呦刚才我吃那个早餐 我好点慢呀我真的 那个肠子 它是羊肉的哦 一直到一嘴的羊香味 我都吐得来不及 太累了 昨天晚上一到的时候眼睛都冲雪的 眼睛里面全是全是红色全是红色的 然后人 累的要死在国内的时候已经有四五天没有住宾馆了也没洗澡 实际上都是汗味昨天晚上没办法 必须要住一个所以在这边啊贵贵一点也也也也开个宾馆了 那个这个奇怪的树啊 这么长像豆角一样 但是又不是很硬的像树棍子一样 很硬 像一把宝剑一样 宝剑一样 取名叫剑角 剑角 哈哈哈 哎呦 哎呦 你看好硬 路边有这种亭子 这干嘛的不是取钱的吧 不是 干嘛的 功能还蛮多啊 我打电话 看一下 打电话上网 叫机程车 游戏 这是地图吧 啊 哇 各种各样东西 搞不懂 然后下面应该是塞币的 海拔是2100不到啊 它温度特别好所以花也特别多 一路上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路散散不稳 全是各种花 仰的海还特别好 看到没有 跟云南似的 气候也不冷不热 我们昨天晚上在那个叫 霍罗阁 霍罗阁 坐了一晚上 然后我今天一定要出发 因为这里面没信号 我们今天到的地方也没有信号 哦 有信号 有信号 这个地方没信号吗 有有有有 对 这地方有信号说错了 所以我们今天还要赶路啊 赶到有信号的地方 然后在那多待一下 给大家记录一下 然后我们也更好 就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风景 出发 呃 那么是跟阿富汗交界的地方 现在我们往那个 首都 首都叫什么 都尚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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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边有个分岔路 我们 这边没有信号 打航不了 没有导航 导航也失效的 所以我们需要问一下当地人 呃 这边的路 你看 还是很破 但是这个风景 越来越好了 从一望无际的河壁 到那种山脉 现在这里还是有山的 但是有树了 海拔低了 这边是阿富汗交界的地方 对面山 不上对面 就是 就是这个 阿富汗 对 你看 拿着 炸死我了 我还以为打仗的呢 走 刚才是被 我们 塔吉克斯坦的兄弟给喊入的 对 我们后面有个车 在那炸山 你看到没有 我们后面有个车 他开了开往后退 可以走了 他刚才给我 碰我 哦 这道路之前塌方了 看到没有 刚才请你出来 只能单向通行 我们这边先过去 然后对上 那边还填了好多车 你看 这边填了好多车 等我们过去 他们再过来 看这个灰尘 妈呀 跟下雾似的 这个灰有漫天的灰 路都看不见 脱的嘛 你看这路的灰有不得力 哪里能看见路 你看 你看 放大一点 你看 你看 脱的嘛 堵车了 刚才堵了一次 又堵了一次 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扣筒下去 只会交通去了 可能把他 后面堵成一条长龙 走走走 你看我现在跟这个车挨多近 走走走 你看没有 我的妈呀 不要碰到我的耳朵 把那个盗货镜给他收进来了 吓死了我的天 好长的车 这个车好长的 两截车箱 看到没有 两截车箱 它还怪好的 够够够 就这么窄 这个大大大大车要过我都不敢动 然后把那个镜子都照回来了 你还敢走我的妈 他还敢走 这么点路 什么样 你一个耳技术 好 车子车子都歪了 看没有 车子都歪了 插着过 方式镜都掰着 背着过 哈哈哈哈 赌的西碎 他已经插到这个大石头了 OKOKOK 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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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从对面过来的全是大车 前面一个后面还拖一个 双车厢的 等会过来看一下 你看他们这边全是这样的车 跑这条路全部都这样车 这一节车厢是吧 然后后面还拖了一节 看像火车一样 看到没 还有陕气中卡 看到没有 这个拖了一个 每辆车都是这样的 看到没有 每辆车都后面拖一个 看后面拖了一个 每辆都拖了一个 这技术谁敢开这车 这个路 你看一节车厢 两节车厢 这跟火车也 你看没 这一路上看到像车出事故的 出状况的 不下于十个辆 路太废车了 这个路 有走过秉塔塔的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不是瞎说的 我走过 800公里烂路 比秉塔塔路还烂路还多 秉塔塔一共烂路才200多公里 这里高了800公里 我们开了两天了 哎呀 哎呀 走后就有个车 他要干爆了 有路 特别胎干爆了 这边在干嘛 在补胎吗 今天也不知道是第几次堵车了 这次堵的时间更长 现在是几点钟来的 哦 四点整 四点整 然后一直要躲到六点半 他前面在施工 六点半犯行 刚刚问了一下 看 都在前面呢 那边在施工 这里有个挖机 这条河 这条河就是边境线啊 对面就是阿富汗 翻大看一下 他们住的房子就这样的 这边就是阿富汗人 在战争 逼到了 山体上面去住 看一下 看一下他们的房子 这边全是闪 两天的行程 一共开了800多公里的烂路 真的除了睡觉就在开车 人折磨的匹配不堪 终于到了他们这个叫什么 卡莱鸿姆 这个地方是有信号的 我们就不着急赶路了 停在一个酒店的停车场 看到没有 这边是他们酒店的一个停车场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小镇的一个环境 这边白天的气候 大概有33度34度 他们的首都度上别 温度比这还要高10度 我们到那去的话 直接被烤熟了 这边还凉快一点 白天热 晚上还是比较舒服的 你看这边的花 养的也是很好的 环境非常好 就是镇子很小 非常小 连个吃饭呀 那个啥的地方都没有 就是白天的时候会有这种车 在这边卖水果 看到没有 就这个是货车 白天就是卖菜 我们到塔吉克的第一站 就遇到了我们中国朋友 这个地方是当地唯一一个 能吃上饭的饭店 环境也是很好的 前面这条河很漂亮 我们费劲巴拉了 点了一顿 想点个手上饭 结果他给我们上了这个饼 还有一个沙拉 只能吃这个了 沟通不了又没网络 还有 点了点了 我以为他没听懂 听懂了 看好了 谢谢 谢谢 哇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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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吃饱了 这条河太漂亮了 看着好像那种翠绿的玉 似的 它直接流向前面 汇入阿富汗的那条河流中 到这边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办一张当地的卡吧 要不然的话 视频都发不出去 刚买的新车跑了800多公里的烂路 给我心疼坏了 灰尘都有10多斤重 好家伙 这边太热了 看这个汗 刚刚再加一袋加油 看这边那个油 柴油是多少来的 7块8吗 11块 11块5 11块5 那什么是7块8 那是7 中间那个 哦 92 11块5 柴油也是11块5 好好好 我算一下 算一下 还人民币多少钱 它这个柴油的话 算下来人民币是7块8毛多 将近7块9了 因为1块钱的人民币 换这边的索毛利是1块4毛6 啊 就是他们这边的钱叫索毛利 1块4毛6 你算一下 你们算一下 是不是7块9 比家面还贵 我们那边好像只要7块5 好像是 我们今天办了卡 本来想直播的 结果呢 它这个网络就是卡顿 就不是那么好 3G的 不是4G 所以说 我们在这还要待一天 因为为什么 因为明天我们有两个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去参与一下 我们参与了这两件事情呢 再去他们的首都杜山别 因为杜山别 离这里还有500公里 他们明天的话是上午 9点到10点钟 对面的阿富汗人 还有塔利班 会到这边来 有个桥 会到这边来去赶集 每个星期六一次 所以说难得一见的 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然后明天的晚上 我们昨天不是遇到了 我们中国朋友吗 中国朋友跟他们也认识了一些 当地的塔吉克的人 塔吉克的朋友 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 明天晚上去感受一下 塔吉克当地人家里的午饭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期待我接下来的视频哦 谢谢大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